夏季天气炎热 民众出门捐血的意愿相对降低许多 而为了要鼓励民众慷慨挽袖捐血 新店中正路上的一家包子店 每一年的8月份都会举办捐血送包子的活动 民众只要在8月份前往新店捐血室捐血 就可以获得免费包子的兑换卷一张 希望社会大众可以踊跃捐血 来疏解夏季的血黄 新店中正路上的这家包子店 开业已经有20多年时间 除了包子馒头等食品获得左邻右舍喜爱 老板周世华更是为人所津津乐道 因为他每年8月份都会与新店捐血室合作 举办捐血送包子活动 希望借此号召社会大众共同响应捐血 疏解夏季血荒 我跟捐血室配合好几年 每年的8月1号到31号 就是以兑捐血成功250的话是一张 500的话是两张这样 拿到我店里来兑捐我店里的产品这样子 周世华表示因为自己过去也是捐血人 有20多年捐血习惯 还曾经获得多次表扬 深深了解病患的需求 也期盼藉由自己的一点力量 能够抛砖引玉 当初我也是看到别的店家 也是做这个兑捐血券 那个时候我是捐血人 人家做这个活动 我也可以来做这个活动 也是帮我们新店捐血室做宣传 捐血一带救人一命 虽然夏季天气炎热 新店捐血室还是期盼民众 可以发挥您的爱心 踊跃到新店捐血室捐出您的热血 帮助需要用血的病患 记者声明这门奇异新店采访报道